這是哪一個星座的爸爸 最溺愛兒女呢 就看這個余天大哥 有沒有上榜了喔 來 那余天大哥太陽月亮 都在水瓶座 那我們就來看看那余大哥呢 他是不是一個 溺愛女兒的爸爸呢 第五名 太陽月亮如果落在 巨蟹座的話 真的喔 要慶如果生了女兒的話呢 他肯定會溺愛他的女兒 因為巨蟹座的老爸呢 就是絕對的慈父 很慈祥的爸爸 即使他自己年紀輕輕當老爸 他也很快就有那個老爸的樣子 那女兒在他心目當中 就是女人都應該保護 更何況是女兒又那麼的小 所以那個油然而生就是 永遠都是不可能長大的 無論多大 這小孩多大 他都覺得他應該保護對方 好 我們來看 太陽月亮如果落在 余天大哥上榜了 水瓶座 水瓶座呢不隨便結婚 也不隨便成家立業 你是被逼人 真的還假的 我是早產兒 被逼跟早產兒有差別 不是 我們九月結婚啊 十二月他就出生 對啊 我是三個月的早產兒 我逼人 這樣大家就懂了 那水瓶座愛他小孩的方式 是非常實際的 譬如說他會載他們上下學 能夠接送就接送 我都沒有 然後賺了錢 我都叫摩托車接送 太早了 太早起不來了 我說的不是你啦 他說的是 我說很多水瓶座的老爸 然後呢 他會拚命努力去賺錢 因為他覺得呢 物質是給小孩最好的保障 會幫他們存一筆基金 未來的規劃呢 永遠少不了他們沒有快 要不要拿這個牌子 有沒有 爸爸有沒有 有夠準 而且呢 他也會 比較用另類的角度 比如說他不會期待說 兒女一定要成材 只要兒女不要墮落就好 所以那個標準就會覺得 又可以去 有很熟 第三名妮兒 妮兒女兒 太陽 月亮如果落到了 天蠍座的話 天蠍座呢 很簡單 就是他其實比較把女兒 當成是他的裝飾品 真的嗎 裝飾品啊 是有一點這樣 因為他會覺得說 這個小小的人呢 有我的基因 有我的血統 長得又很像我 他當然是最優秀的 所以他帶出去都有點像 帶展飾品一樣 你看 你看 這就是我女兒 可不可愛 你一定要稱讚他 所以呢 當然 他帶女兒出去的時候 他的心裡也是那種 充滿了驕傲的感覺 那個天蠍座是 有一個爸爸就是歐陽龍 對 對不對 對 他女兒可愛到 洋娃娃 對 洋娃娃 對 真的耶 不可愛他就不會帶出來展示 對啊 所以這個可以測試耶 這可以測試 說他覺得他女兒長得可不可愛 好 我們來看看第二名 第二名呢 就是太陽月亮 如果落到 獅子座的老爸 真的 獅子座呢 因為他覺得他是個大男人 他一定要展現保護他兒女的風采 對 所以說他就會比較 在別人的面前啦 他就會很顧到他自己這個 是不是像個爸爸 那既然像個爸爸呢 就要有樣學樣 怎麼小孩就要給他用最好的 他自己可以用得不好 可是小孩用的東西 比如說書包啦 對 衣服啦 課本啦 或者是一些日用品啦 他能買最好就買最好 而且是一直千斤面不改色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投資在小孩的這個身上的錢 可能都投資超過他自己 真的是 完全是犧牲自己 照亮別人的那種父親 第一名呢 就是太陽月亮 如果落到了 超準 超準 真的耶 我爸就會去處女座 真的喔 超準 超準 他就是把女兒當成前世的情人 來看待 對啊 乃哥 還有亮哥 超準 你會發現呢 有了女兒之後 他的皮夾放的不是老婆的照片 也未必是全家福喔 皮夾裡面放的是女兒的照片 對 然後他的話題也都是女兒 真的 比如說我的小孩 昨天又得了什麼獎狀 你知道他昨天 開始叫我爸爸了 我好開心喔 他的世界就開始繞了這個女兒 因為我爸要展自己的東西 他的皮夾裡面 也是放著女兒的照片 真的耶 也會耶 這是一罐溺愛 溺愛女兒的一些做法 對不對 真的耶 好 可是處女座會更嚴重喔 而且處女座是情人眼裡出西施 就是她的女兒就算長得像猴子 在她眼裡看來也是好北 好可愛的小嬰兒 對 馬上彈 對 對 真的 對 隨便 對 của